大家好,我猪老板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热爱波兰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跨过奥德河畔 去过淡泽,去过华沙,去过狼穴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旅行视频里面看到 但是现在天气条件变得非常恶劣 冬天到了,是不是德军再向东线行进了 所以说跟大家一样 大家有时候不能到外面看的话 就是在网上看Vlog 那么我今天就是来带大家来开箱一本 德军早期的Vlog 这本摄影集的名字叫做和希勒勒一起去波兰 这本摄影集就是希勒勒在德国战争胜利之后 带他男团去波兰旅行 然后沿途记录的一些影像 顺带讲一下德国战争 其实在德国战争开始之前 希勒勒还没有十足的胜利的把握的 因为当时英法 他是名义上是和波兰结盟的 说德国一旦对波兰动火开火的话 那法军他会打德国西线 那德国就面临了两线作战 那么这样的话 据后来鲁伦堡审判的时候 德军的一些将领他透露 说这样子可能德军只能坚持几周 所以说后来 就是波兰他们整个防守策略 也就是说是想把他拖成一个持久战 就是能够拖到西方的盟军来 来帮波兰打德国西线 那波兰就得救了 但是呢就是希勒勒他在跟这个英法交涉的过程当中 就试探口风嘛 就发现这个英法他其实并没有诚心的想要帮波兰啊 就是嘴上来吓唬吓唬的 所以说呢他就准备赌一把 并且他赌赢了 那么他打这个波兰之后呢 就是英法民意上宣战 但都在他西线进行假战嘛 就相当于说在西线放几个烟花了 就根本不构成对德军的威胁了 并且更离谱的就是 在这个德国战争之前 不是法国啊 德国和苏联 他们这些秘密还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嘛 然后下面是有这个秘密的条款的 就当时人都是不知道的 其实就是说要要共同挂合波兰嘛 所以说在德国占领了一半这个波兰之后 那苏联后来又又从东边 在占领的波兰的另一半啊 那波兰就彻底就毫无波兰了 所以说其实你从现在回过去看 波兰确实是没有什么胜传的 吃是算的 尽管他们已经解尽全力的解尽抵抗了 但波兰找到这一步 有没有他自己的过错呢 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在希益勒登台的早期那几年当中呢 他其实一直想拉拢波兰 共同对方苏联的 在我的奋斗里边 希益勒就讲他真实的想扩展生存空间 就是往苏联去破 那么波兰呢 所以说刚开始几年 他也是奉行一个清德政策 就是让德国当老大哥 然后他是一步一趋的 那包括德国 他吞变了苏泰德之后 那波兰也有养学 让他吞变了捷克的一些领土呢 然后后来这个希益勒 他就想把这个波兰 拉为他的军事里的同盟 那波兰他怕就沦为附属国 那么后来就拒绝了 最后这个希益勒才横刀向波兰呢 所以说波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因为他原先也是效仿了德国 很多的一些反正不好的作为吧 这个在国际社会当中也是一度陷入孤立无援啊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每个国家在二战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 最后也是付出了代价 最后整个这个欧洲 你看是没有赢家的 什么波兰 苏联 英法 对吧 全部是为了他当时为了眼前的利益做出那么让步之后 或者是做出侵犯了别人的利益的行为之后 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包括最后的德国对吧 到现在德国还在为这个历史责任在买单呢 所以说战争还是无赢家的 好那我们一起来开箱了 天天健保一下 有些必有好奇 我这些书是哪里买的 就是在德国有一个二手书的网站 可以买的 在eBay上我偶尔能逃到 但是我之前卖过我的奋斗那个商家 他的号都被削掉了 然后整个号都没了 所以说也别留言问我 都是在哪买的了 可以自己去德国一些卖二手书的网站 逃一逃 好我们看是油纸包的 油纸包的侧子 那我们看这个封面的标题写的 就Meet Hitler in Poland 就是与希特勒一起去波兰 下面说是这个作者名字叫Hoffman 那么是他御用摄影师 希特勒这个人非常喜欢旅拍的 他走到哪里都要把这个摄影师带到哪里 然后记住他的影像 应该算是人类早期的vlog吧 但是是有点邪恶的vlog对吧 咱之前也开箱过一本 就是希特勒在西线 那么也是同一个系列的出版 反正就是他基本上打到哪里 然后打完之后他就会去前线 然后让这个摄影师也跟着 反正记住他去前线视察的一些影像 好那我们打算来看一下 当然他这个主要也是 出于宣传的角度去考虑的 他这个拍完回来之后 给德国民众那么一看 那德国民众不是都嗨了吗 但他里面很多德军 他干的一些恶行 他是不会记录的 好那我们看这个字卷首语的 就是德军的总司令凯特 写的那么一长段 这里打开戈林对吧 空军总司令 然后谢勒赫斯 也相当于都是谢勒男团的核心人物 那这个是弹哲了 这里我们也去过对吧 单纯喜欢德语 今天是叫这个格丹斯克 那这个我们看这个老陈的样子 跟现在都没什么区别的 这个启动机 我当时我都沿路去游玩过 这些地方 那这里记录的是 就德国人在波兰的 相当于说是逃难的人嘛 因为当时德军出兵的借口 也是为了保护德意志人 在当时波兰领土内 他们侨民的安全 反正是找了一个 名义上的这种理由吧 当然他们很多策划的事件 都是一些假旗事件 就他们故意 比如穿上波兰军队的 让党卫军人 穿上波兰军队的衣服 然后再让一些囚犯 处死之后当做 被波兰人打死的德国人 就他们策划了很多 这种宣传上的一些借口 为他们开战 创造理由 好那我们看 这时候应该是向波兰进军了 他是把一些火车站 都给炸毁了 空中的视角 这个跟我们今天 无人机航拍的感觉 还是挺像的 这些都是空胀啊 对了 就是波兰战役当中 也是德国空军的第一次大显身手吧 因为之前德国是禁止被拥有空军的 德军方法在条约 那么德国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个空军啊 他用这种航空运动协会的这种名义来掩盖 但背地里还是来发展他们空军这种技术的 所以说在二弹爆发的时候呢 他们空军也没有落后多少 那这个波兰战役还是德军 他第一次就实践 闪电战雏勤嘛 就是地面用这种机动化的装甲部队啊 包括坦克快速推进 然后配合空中的一些德军飞机的狂狂乱炸吧 因为这个波兰这些土地 它的大平原嘛 是比较好快速推进的 那这里就是所谓的德军所到之处 民众皆洁成欢迎对吧 这些都是给德国老百姓看的 就是让德国老百姓对这个战争 他们有这种罪恶感嘛 那在他们当地干的很多不干人事的行为 他不会一般不会通过这种话策来展现的 包括像集中营 在波兰开设那么多集中营 也是战后才首次披露的吧 就之前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也导致现在甚至有些辛达特亚之类 都否认大屠杀这种行为 这些他是记录的投降这些波军 那这里记录就是十和周号 当时他是停在波兰弹泽 那么一个港口叫做西盘半岛 然后就是突然德军就从这个军舰里面冲出来 对这个波兰他们守军发起了进攻 最早是以这个访问的名义停在这个港口的 谁知道他们突然来这么一出 这些地方我去年 今年应该都去看过对吧 他自己说是波兰人把桥炸了 但是德军仍然会继续 大家看这张照片 他就是德军把责任都推给波军炸桥这个行为 说场地上这些失去生命的都是中立的记者 那么他们因为这个炸桥行为被波及到了 那责任都在播放 他自己就讲说西勒来前线了 那么周围这些你看沿途大家看到士兵民众痛哭流涕啊 哎这个这些了拿望远镜的吧 我记得我有点分辨跟这个有点像的对吧 这就前线的德军士兵在前线劳动的场景啊 说他们是不知疲倦 这应该是潜艇吧 是不是潜艇的内部啊 去看海军了 笑得多开心啊 然后the fuel is done 元首来了 然后当地的德国人都是热烈欢迎要出来 因为当时德国打波兰有一大原因 就是很多城市啊 包括弹泽 它原先是一个纯德意志的城市 就95%都是德意志人 那么是因为这个一战之后都强行搁给波兰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成为一种导火索吧 就是这种民族问题 哎这不是希姆来吗 看来他也是一起跟来的 希勒确实把他男团都带过来了 这在前线听报告了 这就是希勒对当时参战的一些将领表示感谢吧 这个照片拍的确实挺漂亮的 那有点像油画的感觉一样 他这一讲就是说 接着他去的那地方看到的当地老百姓啊 都是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的秩序啊 就是相当于说德军又给这些地方带来了秩序 然后沿途呢 看到都是一些波兰的战俘啊 这里说是元首跟德军士兵同甘共苦啊 大家看这里就是弹泽啊 弹泽他这个横幅拉起来 说是I'm folk I feel 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啊 这是著名的标语啊 也是拉到了弹泽的前面 这个好像弹泽老街吧 我记得我当时住住的MBMB就在这条老街上啊 我就在这边的房子上的某个房间里待过 然后这是他来这个西盘半岛吧 西盘半岛是打响了欧洲战场二战的第一炮啊 这西盘半岛去视察就是被炸毁的波军的火车啊 哥林也在这帝国元帅哥林在元首指挥部 然后这里是呃 西盘半岛和他的帝国的外交部长 这武装党卫军西盘半岛跟武装党卫军亲切握手啊 然后这是西盘半岛来这个视察他的武装党卫军 反正他们在波兰是没干什么好事啊 就是武装党卫军是属于最残暴的那帮人 就是是干一些静干一些德体job吧 然后我们看这里 这个武装党卫军前面他都要加两个闪电的标志 对吧 西盘半岛他前面有加这个闪电的标志两个 对于准备去华沙啊 那个歇勒他通过这个望远镜可以看到前方华沙的景象 这些就是当时德军他们竣攻华沙的时候的一些影像啊 他一讲这个波军当时就是设置了很多战壕还有路障嘛 就是阻碍这个德军往前进 然后这些应该是波兰军队他投降了吧 过来 因为华沙后来实在守不住了 这张又是大纸服的照片啊 就是说是联手感谢在这个东线战场的战史啊 那这里就讲这个华沙沦陷啊 说这些反正这些都是投降的波兰的守军了 都被抓去当战俘了 然后这里就是希尔勒他驾车啊 那驶入了波兰的首都啊 Poland's Hauptstand 然后估计是要在华沙搞阅兵了 这里 他说 The course comes from the deutsche forehead is banned 说是为了德国的自由而战 这场战役终于结束了 所以大家看他当时德国找了多么光满堂皇的理由 所以说元首的国防军啊 是一个国家的骄傲 我们看这个说最后一页啊 还有这个教授 Hoffman他其他摄影集啊 相当于一个小广告了 我们看到有比如说在他家乡的希特勒 然后在大德意志国的希特勒 还有比如说希特勒啊 在下边哪些地方去旅游啊 然后每个地方他都有出了一个摄影集啊 然后别人不知道的希特勒 你不知道的希特勒吧 然后希特勒的童年啊 然后在山里的希特勒 所以说大家看希特勒应该真是旅拍达人 对吧 去哪里都能找个摄影师要跟拍 这就是最后一页了 最后一页 那也是这个西姆兰在这里啊 可以说反正这个波兰战役 让希特勒常常填头之后 他这个野心就是根本得不到遏制嘛 后来他又这个下定决心 就是往西线打了嘛 并且用同样战术 就是把在这个波兰实践初步取得成功的 这种闪电战的方式 大规模的应用在西线嘛 就导致了后边把这个战线越来越扩大 反正大家就以始为见嘛 对吧 我们从历史当中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就比如说德国 他绝对不能两线的作战受敌 也不能在冬季行军嘛 当然西方国家反正也不能遂禁 对吧 因为遂禁了恶果 最后都会各自藏道 对吧 对吧